正值新丑牛年新春 位于香港大部区的临村乡 采旗翻飞 锣鼓喧天 热闹非凡 村中的麒麟队 正在挨家挨户给村民拜年 五麒麟是临村乡间的传统习俗 在太平清教 祠堂开光 新居入伙 迎宾婚嫁 农历新年等喜庆场合 麒麟队都会出动 或参拜祭祀 或表演彩金 或逐户拜年 麒麟所到之处 欢声笑语一片 村民纷纷向神兽 祈求迎祥那福 风调雨顺 国泰民安 张宇文是临村麒麟队的领队 入行已十三年 对麒麟情感深厚 我会觉得麒麟文化 或者我用三个词语去讲一讲 我觉得是一个喜庆 团结和吉祥 我们一出席就会有很多村民 一同跟着我们的麒麟一起去渡河 我们已经代表我们村上上下下 团结一生 一起去拜年 亦都在不同的制约 我们都可以用到麒麟 把祝福带给村民 也是一个吉祥的意思 林村乡共有26个原居民乡村 其中不少为客家村 早年间 客家麒麟文化随客家人 南迁至香港新界 带动了上午文化的兴盛 新界不少村落的男性居民 都擅长武麒麟 随着社会发展 人们文化生活日益丰富 武麒麟日渐适危 尽管如此 在这一方小小村落中 仍有不少青年人 愿意花时间 学习这一门传统的艺术 定期的 最少每一星期 在周六的时间 就在晚上 8点半左右 开始至10点半 大概两小时左右 去做这个训练 训练包括有麒麟训练 以及功夫训练 也都很重要的一样 就是学礼仪训练 由铎麟尾 开始学打螺 鼓 车 以此去母麒麟头 我们都有学习的 可能语与目减 小小开始学习 慢慢会接触到他 然后就会爱上他 好像现在的小朋友一样 2014年 在村中长辈鼓励下 邻村乡妙秀体育会成立 成员约70人 其中麒麟队员就有30人 主要由来自乡中 五个村落的90后 和00后青年组成 其中最小的队员 年仅10岁 28岁的李浩伦 是麒麟队的主力成员 他五岁开始学习麒麟 也是武麒麟艺术的第三代传人 上一代传承我的就是我的寇父 传承我已经是第三代了 再传承下去 我下一代的表弟 就是第四代的 我在五岁 就好像他们那样小的时候 就开始学武麒麟 现在我就28岁 就开始教回村里面的一些后辈 20多年过去 当年的小学徒 已然成长为新一代的麒麟师傅 开始教授更年轻的徒弟 我叫张伟风 我今年11岁 我从90岁开始练习 我希望我能舞的和师傅一样好 我叫张颖豪 今年11岁 我从10岁开始学麒麟 现在我想当麒麟头 但是因为麒麟头太重拿不起 以后我想跟师傅一样舞麒麟头 也想学更多的功夫 2019年末 马来西亚举行第二届世界麒麟大赛 来自香港的邻村乡妙秀体育会 勇夺传统祖别金奖 伙伴麒麟王的称号 截至目前 这支年轻的麒麟队 已踏足过马来西亚 新加坡 英国等多个国家和地区 在各类国际赛事中 成绩不凡 将我们这个中华文化带到国外 然后由国外得到 再将这份荣誉喜悦感 再带回我们中华的地区 相当之开心 那我们其实未来来来说 我们希望在香港 甚至我们去中国不同地方 都希望宣传到我们这个传统文化 但是香港希望未来可以举办 到世界麒麟大赛 可以将它成为一个麒麟架的城市 直指去推广给更多的市民去认识 锣鼓声声 麒麟舞动 浩浩荡荡的麒麟队 为群山演应下的宁静村庄 瓶添了无尽的喜庆氛围 这群年轻人 也在心中许下自己的新年愿望 希望将祖辈留下的中华文化 代代传承 把几代人坚守的麒麟艺术 五出山村 五向世界 新年快乐 恭喜发财